OK 这个是40块钱 他们这边的西瓜真的是贼大 这一个西瓜几公斤 5公斤还是多少公斤 这个10几20块 我的妈呀 太重了 我在这边又点了这个牛肉30串 鸡肉 你先抱一下 你能抱得动 可以 牛肉30个 鸡肉10个 他先抱回去了 那你先回去 我们的客栈就在那很近 我现在在这等烤肉 他在给我烤的 好了 三个饼子 又打包了一份鸡肉 就是炖的鸡肉 烤肉 应该大概是130迪拉姆左右吧 这个呢有点复杂 30个牛肉 10个鸡肉 三个饼子 一份鸡 136 好的 他们两个要计算机 要搬过来搬过去 老外都这样子 就是口算能力 心算能力几乎是没有的 离开这个计算器 什么都不是 OK 谢谢 差不多 136我也算的 现在呢是6点多 大概气温还有个37度左右 但是呢 因为太阳已经落山了 所以说体感温度还没有那么高 就是属于一种蒙的那种状态 我们的这个小客栈呢 就在这个古城区里头 摩洛哥是哪里都有猫 到处都是 特别喜欢养猫 吃饭了 吃饭了 这个呢是我打包的一个鸡腿吧 鸡腿肉 还有豆子 这个呢是烤鸡肉 这个呢是烤牛肉 刚才买的西瓜 哇这国家的西瓜真是大呀 太阳呢还早呢 过一会儿才落山 先吃吧先吃吧 现在都是30多度 对 那个老头一天就吃一顿 嗯 马拉喀斯白天 今天是最高应该42度 我看了 嗯 嗯 然后 到现在 还有36度左右 明天是10度 44度 44 嗯 嗯 最高温度 这国家真太热了 又不是这国家 是这城市 嗯 它跟那个卡萨布兰卡的气候 完全相反 就跟索维拉的差法 嗯 索维拉就差两个半小时的车程 跟卡萨也差不多啊 嗯 就200多公里 差了20来度 太吓人了 嗯 在卡萨布兰卡 晚上的时候呢 睡觉还盖被子 不然的话 冷 嗯 嗯 马拉喀斯白真的是秋冬天的时候来最好 暖 最恐怖的 7月份 8月份 对 在这里居住的人啊 欧洲人在这里定居的都撤了 回欧洲了 回欧洲受不了 或者是去其他地方 像你说的那个索维拉啊 还在迪尔啊 卡萨 这地方去住驾 嗯 反正就不带马拉喀斯 嗯 那就是 马拉喀斯这个电费 贵啊 看人收费 嗯 看人收费 哈哈 商业区域的话 就两三块钱 两三块钱人民币一度电 嗯 那啥 下雨吗 下雨了吗 没有吧 刚才有 啊 黑鱼呢 哦 可能是等下 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 嗯 对 要搬走吗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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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吃顿饭 我马拉喀斯 哎 居然我来了以后他下雨啊 这个城市真的特别干燥 我来以后他居然能下个雨啊 马拉喀斯很少下雨的 已经下雨了 我能感觉到这个雨滴 噼啪啪啪啪啪 就那一块鱼 这块鱼下完之后 他就过了去之后 他就不下了 看有朵乌云为我而来 给我带来一片 招崩雨 贵人出门招崩雨 嗯 这是我到马拉喀斯第二天 他居然下雨了 老天爷给我送来一片乌云 哼 这样的地方居然能下雨啊 我就想不通哎 一年下不了多少天 嗯 你看太爽了 哇 刚才还说马拉喀斯热呢 他他居然不服 去给你看看 对给我下雨了 我现在特别舒服 这个雨啊 我都好多天没见到下雨了 嗯 到这个马拉喀斯来旅行呢 一定要避开七月份和八月份 因为这个电费非常高 你想 增进两块钱人民币一度电的话 要是这两个月都在开空调 费用特别吓人 所以呢 我们那个马拉喀斯的一姐 韩姐 就直接已经已经关门了 跑到这个阿加迪尔去租了个房子 吃币是不是 嗯 我过几天骑车到阿加迪尔去找到他 对 他是有家餐厅的复权 嗯 嗯 嗯 现在呢气温低了 他们的朋友都过来聊天了 嗯 现在还是最舒服的时候了 刚才还漂了点雨呢 我都有种感恩带头的感觉 老天爷带我不薄啊 马拉喀斯啊 家家户户都有这个卫星接收器 就这个锅 刚才呢 特别搞笑 我还在这感慨呢 说这个哎呀 这这么多锅啊 真的是 大家都是朝着这个方向 你看 全部都是啊 特别有意思啊 这一眼望过去 双万个锅 然后呢 阿联酋那小主哥给我发了个消息说 啊 鞋底鞋底啊 这个马斯克那个就是星链那个什么设备出来了 就是可以申请什么内测什么的 他在搞这个 我说 找啥样啊 他发了个图片 就发了个这样的锅子照片 我说这还用申请吗 你看我这 哪家不是星链 哎 好了 我的话奉行着晚上不出门 因为我觉得这个国家真的晚上不能乱跑 阿里巴巴比较多 所以说我就在这个客栈里头待着 最多最多就是偶尔走到那边去买点东西 然后就回来不敢乱穿 因为这边呢 这个古城真的是特别的迷路 基本上就是如果不带手机或者是导航不准的话 你出去了不知道怎么回来 我呢要在马拉喀什待十天左右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第二批物资就是两个轮组 还有三条外胎 还有太阳能电池板 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一些装备吧 是今天上海的匆匆 给我从这个上海发出来了 今天呢我刚才是查了一下说是 已经是通关放行了 估计明天能上飞机 我觉得还可能是继续是飞个日本 然后飞个法国 再飞这个卡萨布兰卡 然后呢汽车运输可能到这个马拉喀什 所以说的话我要在这里等我的装备 你们也知道我现在的那对轮组真的不行了 就感觉到非常的疲劳 上一次的话在这个卡萨布兰卡找了个很好的技师啊 调了一下 但是你看我出来才一天 我的装备重装状态我出来一天 结果呢下午的时候浮条就断了一根 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不换新的轮组的话 我都不敢往前走 为什么呢 它这个轮组是断一根以后呢 如果说不修或者是不去捣过 或者是不减轻重量 如果说在运行烂路的话 它就会连续断 如果说一天之内断两根之内 这种情况出现的话 我就没法走了 所以说我还只能在这等装备 还有呢就是很多朋友就说 哎呀你这个骑车环游世界 为什么连轮组就是浮条都不会修或者条 真的好难的 我新换的这一组浮条呢 这一组轮组呢就是用这个布斯奇A总的话说 是处于一个长途骑行 算是顶尖的轮组了 就是强度也好或者是耐久度也好 而且呢这个浮条就是有三种规格 他给我说了有三种规格 所以说我让他把这个浮条的备用浮条都给我准备了 就是准备了三种规格的 你别看这三十几根浮条啊 你以为长的都一样都不一样的 有三种规格 有的是什么起到决定性支撑作用 有的是起到什么什么作用 反正就是给我爱来爱来的讲了一大堆 没听懂 我下了个决定 决定就是说是 这辈子如果说我不去这个店里头 找这个技师好好的聊一聊 现场观摩一下 或者是跟着他好好的学上一段时间的话 根本就不要考虑 就说自己去能调这个浮条 真的非常难的 那很多人以为是调那种很简单的自行车 像我这个自行车的浮条真的 一段的话我就只能说是去找专业的 只能这样子 好吧这个视频就到这结束了 欢迎大家呢 收看我的奇心纪录片 汽车穿越非洲 明天的话我可能是去买些菜 给这个二道贩子做个饭 因为他很久没有吃中国饭了 我的话厨艺还是不错的 当时还许给他了一顿这个凉皮 就这样子了 好了拜拜 拜拜